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近日因不可抗力侮辱美国上空 连日来 中方多次与美方沟通 要求以冷静 专业 克制方式妥善处理 然而在美国媒体和政客的不断鼓噪下 这艘来自中国的无人飞艇被贴上间谍气球的标签 美军出动F22战机将其击落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5号相继作出回应 对美方的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美东时间4号下午2点39分 美国空军北方司令部一架F22战机 向来自中国的气球发射了一枚导弹将其击穿 当时气球距离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海滩附近的海岸约六海里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发声明证实 美军在总统拜登的授权下执行了这一行动 中国外交部网站5号发表声明 对美方使用武力袭击民用无人飞艇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声明指出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 该飞艇属民用性质 应不可抗力进入美国完全是意外情况 中方明确要求美方以冷静专业克制方式妥善处理 美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 在此情况下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明显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 同时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同一天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发表谈话指出 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是明显过度反应 中方对美方这一做法表示严正抗议 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外界注意到 为了击落这颗早已被中方证实为民用无人飞艇的气球 美军可谓是大动干戈 根据美国电视台转播画面 在一场小规模爆炸后 气球向海面坠落 画面可见军机在附近飞行 海面上也有船只部署 路透社援引五小大楼高级官员的话称 多架战机及军事加油机参与了此次击落气球的任务 不过最终只有一架来自弗吉尼亚州兰利空军基地的F22猛型战机 在18000米左右的高度发射了一枚AIM-9X响尾蛇导弹 击落了位于19800米高空的气球 有观察指出 一架F22猛型战机造价2亿美元 最快时速达2414公里 飞行高度最高近2万米 此次搭载发射的AIM-9X响尾蛇 最高时速达每小时3057公里 每颗导弹的成本为38万美元 美国动力军事网站战争地带专栏文章披露 美军这次任务的阵仗很大 除了两架F22猛型战机外 还观测到一架KC-135空中加油机 一架美国海军P-8A海神式巡逻机在该区域徘徊 美国航岸巡防队一架HC-130搜救机 也从德拉瓦州威明顿市起飞 而此次升空的两架F22战机使用的呼号是弗兰克01和弗兰克02 有向美国战机王牌驾驶员小弗兰克卢克致敬的一位 卢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击落了来自德国的14个侦察气球 被美国人称为亚利桑那气球克星 位于他家乡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F22对于拦截气球来说未必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这次行动还有几架 其他的战斗机进行保驾护航 这么大的阵势 更像是一场表演 来炫耀美国的军力 炫耀美国的实力 特别是炫耀美国最先进的F22战斗机的整战斗能力 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的消息 奥斯卡奥斯汀号导弹驱逐舰 菲律宾海号导弹巡洋舰 和卡特霍尔号两栖船坞登陆舰 在气球坠落地点附近部署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和船只 也在现场协助打捞 资深海军潜水员目前正在海岸边的军舰上待命 如若需要将潜水作业 五角大楼知情官员称 气球碎片落在了14米深的水中 比他们预期的要浅 在完成全部的打捞任务后 这些碎片将被带到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联邦调查局实验室 由FBI和情报机构的专家进行后续分析 时事评论员张学峰向深圳卫视表示 尽管美军坚称 气球是中国出于所谓侦测目的 故意放飞 但从气球打捞现场的一些照片来看 美方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通过现场的一些照片来看 我们看主要的惨害仍然是它的 它也能电视翻摆 主要是为一些设备提供电力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设备 比如说有可能是传输数据用的 包括还有一些科学试验的采集的一些设备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疑似侦察设备 我们知道如果说是所谓的间谍气球 它要应该有这种对地侦察的设备 比如说光电传感器 照相侦察设备 或者说大型的对地观测的 这种核重孔径雷达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残骸 这进一步说明 这个浮空器应该就是用于科研的 有分析指出 由于气球的可控性比较差 且装载的设备量有限 实际上并不适合对远距离的 别国性内目标进行侦察 所以在冷战之后 各大国家并不用气球进行过性侦察 特别是拥有完善的 卫星侦察网络的国家 通常如果说是军用的侦察设备的话 一般来讲必须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是飞行路线要可控 但是像气球这样的设备 它是受大气层中的气流影响的 第二个 气球这样的东西 你用它去做军事的侦察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就是它的体型很大 很容易被人发现 我们都知道作为军事侦察 一个要点就是 我不希望被对手看到 才能达到侦察的目的 所以用气球作为军事侦察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来讲 是很难想象的事情 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 专门研究间谍气球的专家 威廉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指出 间谍气球通常在2至3万米的高空飞行 这样才能不被敌方发现 也更难被击落 但此次在美国境内发现的气球高度不够 因此不太可能构成侦测情报的风险 此外美方选择击落气球的时机点 也值得玩味 按照五角大楼的说法 该气球从中国西部 飞往美国阿拉斯加附近的阿流深群岛 并在过去几天中穿过加拿大的西北部 然后到达美国蒙大拿州上空 但彭博社透露 美国在1月28号就已经由官方的气象机构 侦测到了气球 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 曾针对这支中国气球发布过轨迹推测图 可以明确看到 气球在掠过阿流深群岛向北极飘逸的过程中 向东偏航进入了美国阿拉斯加上空 并进一步向东南偏航经过加拿大 并在1号凌晨经过美国蒙大拿州上空 值得一提的是 美方实施击落时 这支失控的气球已经随气流飞出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岸线 至于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 根据大气环流变化而预判中国气球偏航的路径不谋而合 高空气球初创公司Urban Sky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指出 高空气球在长途行程中依靠的风流 在冬季处在最不利的情况 中国此时专门针对北半球的某个军事基地发射气球 即便不是不可能达成也是非常困难的 安东尼奥据此推测 中国并非有意针对美国的任何特定地点 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 更有可能是实验失败造成的 或者是它的自我终结系统出现故障 彭博社指出 美国此前几天一直低调处理气球事件 是因为内心清楚 气球并没有多少军事作用 否则不会好几天都不采取行动 任由中国窥探更多美国领土上的机密 观察指出 一直对中国民用气球没有滋空能力 而是随着大气环流而意外进入美国领空的事实 心知肚明的拜登政府仍要选择在此时击落气球 更多的是迫于国内强大的政治压力 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第一时间旺称 中国漠视美国主权 要求拜登不能保持沉默 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尼在社交媒体上渲染 美国的上空飘着一个中国间谍气球 无数美国人的手机里装着中国tiktok公司的间谍气球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顺势在推特上喊话说 射下气球 预计将宣布参选下一任总统的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也加把火撑 射下那气球 拜登让中国欺负我们 是时候让美国再次强起来了 更让拜登精神紧张的是 民主党内部也对其发出谴责声音 蒙特拿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泰斯特说 不能接受这种挑衅 政府必须拿出一个保护国家的合理方案 在政治重压之下 拜登的态度发生180度改变 4号继络落气球后 他当着媒体的面碗尊称 自己早就现役射击 只是五角大楼出于安全考虑不执行 如果这个时候不激落 那么拜登政府可能面临共和党 他们的这种压力 认为拜登比较软弱 实际上现在的一些共和党的议员 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都已经做出了指责 说你这个拜登政府显示的比较软弱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拜登可能会做出这种击落行为 显示自己不弱 那么第二呢 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展示它的强硬 针对有分析人士指出 美国希望借气球事件在谈判中 获得一些对中国的话语权 张学峰直言 中方的态度已经明确 美国的这一目的显然是达不到的 美国试图对一个技术性的意外事件 进行政治化的操纵 然后呢 向中国破葬水 然后通过这种击落呢 来渲染事态的严重性 扩大它的影响力 进一步向中方施加压力 迫使中方在一些问题上 在一些领域走出让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目的很显然是达不到的 咱们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都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和回击 相关话题来连线 特别评论员吴卫 吴先生您好 针对美方战机使用导弹击落 中国无人飞艇一事 外交部国防部周日前后 发表了措辞颇为强硬的回应声明 声明中有哪些关键信息 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呢 流浪气球事件 以美军战机升空开火 中国无人飞艇坠海高中 但事件的余波却宛如 连一般缓缓泛起 我留意到 在美方宣告击落后没多久 中国外交部就迅速 发出了回应声明 开篇亮出了态度与辞令 强烈不满和抗议 在我看来 这则声明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是对中国设施飞行器的定性 是民用无人飞艇 无人飞艇所有权归属中方有关企业 绝不是美方谬称的所谓间谍飞行器 这意味着作为民用航空器 这架中国无人飞艇受到国际民用航空公约保护 美方无权使用武力将其击落 其次中方经核查后已多次告知美方 该飞艇属民用性质 应不可抗力进入美国 完全是意外情况 也就是说 哪怕美方基于联合国宪章 出于捍卫领空主权的理由使用武力将其击落 那么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美方也必须事先慎重研判 该飞行器是否造成实质性威胁 就连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 该气球不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 在此情况下 美方依然执意动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国际管理 再者 飞行器具属于无自主动力浮空物 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受吸封带影响 严重偏离预定航线 在事实清除 以及中国外交部 已向美方作出反馈的前提下 中方偏航飞行器 在美国领空享有预险进入权 绝不是所谓的主动侵犯他国领土领空 美方不仅没有依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对该航空器过航给予救助 还悍然使用武力将其击落 是对这则在美国芝加哥签署的国际法的公然践踏 是美国反对美国 最后 设施飞行器属于中国企业所有财产 其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中方将坚决维护有关企业的正当权益 同时保留做出进一步必要反应的权利 这是一句长口词令 痛斥美方行径 云阴绕梁 国防部的措辞则更为强硬 我们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言下之意 美方尤其是军方确实该好好拼一拼了 据中方释放的权威信息 该无人飞艇属于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研用途 类似的航空器是如何工作的 美方为何前后矛盾 先说不构成军事和人身威胁 后又改口称即为间谍气球 并开火击落呢 这个问题点到了要害之处 也是美方最无法自圆其说的关键谬误 事实上 美国国家海洋与气象局 也就是NOAA 早就对这架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因大气环流变化 导致偏航有过精准预判 NOAA下辖的大气资源实验室 ARL发布的轨迹推测途中 该飞行器在掠够阿流参群岛 向北极飘移的过程中 向东偏航进入美国阿拉斯加上空 并进一步向东南偏航经过加拿大 NOAA曾经预测 该飞行器将于当地时间的 2023年2月1号凌晨5点 经过美国蒙大拿州上空 请注意 这是来自国际向同航的官方认证 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美方对该航空器民用兴趣的事先预判 要知道 连美国官方的科学机构 都能对此飞行轨迹 有着相对精准的判断 更遑论强大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呢 但凡美国军方研判 这个飞行器有半点恶意和潜在威胁 美军早就可以援引自卫权 把它击落 美军在阿拉斯加也驻扎着装备 F22的战斗系连队 何必要等这个流浪气球都快飘离 美国本土了 才在东海岸上空将它击落呢 这个前后不一 自相矛盾充分暴露了 美方在欺骗自己的民众 也在欺骗国际舆论 事实上 探空气球在气象学界的地位 几乎等同于听诊器 在医学界的地位一样 是对高空大气环流 进行气象观测的主要工具之一 在气球升空的过程中 它所搭载的科学仪器 可以从低空到高空进行足层扫描 将大气的温度 湿度 气压等数据 通过无线电回传到地面 部分远洋探空气球 甚至能升到三万米的高空 借助中际通讯卫星 将数据回传到 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内地面站 这是大国气象部门 基本都掌握的标配 搞气象学研究的朋友都知道 气象雷达与军用雷达 虽然都是雷达 但它的用途与机制不完全一样 人工降雨还得用高射炮呢 你能说搞气象科考 是军事用途吗 美国公然将我们的气象探空气球 说成是间谍气球 这太不专业 太违心了 打的是美国气象学界的脸 1998年8月 加拿大也有大型气象 探空气球偏航飞到了俄罗斯领空 气象学界专门有一个研究方向 叫做高空气象探测气球 空间飘移分析 美国同行们一定明白我的意思吧 你们的政府在撒谎呢 更何况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大国之间相互探摩战略武器底牌 进行战略战役战术情报搜集的途径手段 那可太多了 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目所属 装备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的第341导弹连队 驻地在蒙大拿州的马姆斯托罗姆空军基地 我一个外行都能在谷歌地图上给你标出来 咱们犯不着放个气球过去 一探究竟啊 那么在您看来 美国方面为何会表露出前后不一的自相矛盾呢 从气球无害论到气球间谍论 美国国内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尽管我不太喜欢用美国国内政治因素 为变量的主因 去剖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取向 但这些年 太多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 美国两党恶斗的外议效应 已经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劫持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取态 针对此次流浪气球事件 我个人研判 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新一轮的恶斗 是一次典型带有政党色彩的舆论文宣战 一言以蔽之 共和党指鹿为虎 民主党连夜晚尊 是小事化大 无风起浪 本质上是一次 面对中国时 谁更强硬的朝野斗狠 秀给选民看 做给盟友看 事实上 已经有美国媒体 秀出不对劲的味道了 我们现在 回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早前的回应 他说 没有迹象表明该航空器 会对地面人员构成军事和人身安全威胁 正是这句基于专业理性与常识的判断 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系列质疑与声讨 首先跳出来骂街的正好是共和党的政客们 以及他们所豢养的媒体们 特朗普毫不意外的出来蹭了一波流量 民主党人显然回过味来了 随着美国国内舆论 逐渐完成了所谓间谍气球的形象建构 共和党籍政客试图进行一轮所谓民主党对华软弱 拜登布林肯之流通共的议程设置 进而完成对美国民众民主主义情绪的煽动 使用的是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的那一套话术体系 共和党人甚至希望民主党主导的美国政府 是无动于衷让这架飞艇化作所谓中国威胁论的飞行横幅 飘过整个美国上空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当这架无人飞艇都快飞出美国领空 进入大西洋公海之前 拜登抓住最后的窗口 下令开火 这显然是为了击落而击落 粉饰为所谓 为了不让碎片落地损害美国民众 共和党指路为虎 将拜登政府架在火上烤 民主党连夜晚尊 感谢FR飞行员所谓精湛的一击 这下无辜的偏航无人飞艇 成为了美国朝野恶斗的靶子 2021年底 网飞拍了一部政治讽语电影 名叫《不要抬头》 Don't look up 生动描绘了面对陨石危机时 美国的众生相 那就是政客竞逐权力 媒体追逐流量 资本逐利而居 只有常识与理性被丢进了垃圾桶里 现如今 一个迷路的气球 让美国在现实世界中 上演了一次 不要抬头 常识与理性 会不会随着气球的陨落 一同坠入冰冷的大西洋里呢 全世界都在审视 好的 谢谢 吴先生在线 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 日本政府计划配合美国 打压中国的政策 对话实施 半导体制造装备出口管制 预计管制措施 可能最快在今年春季生效 不过 日本政府这一举措 将不会特别提及中国 原因是 降低遭到中方报复的风险 此前 美日和三国 就限制向中国出口 部分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达成秘密协议 但一直对协议内容 讳莫如深 有分析认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美国升级芯片站 打击了芯片产业的整体效率 世界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品质 也必然要受到伤害 日本共同社和时事通讯社等媒体 2月5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配合美国 打压中国的政策 对华实施半导体制造装备出口管制 日本经济产业省 将在近期公布外汇及外国贸易法修正案 并征求日本企业的意见 预计管制措施 可能最快在今年春季生效 报道声称 日本政府这一举动 将不会特别提到中国 希望能以此降低中国报复的风险 日本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政策 在法律层面是个棘手问题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 日本的出口管理基于外汇法 日本正在管制可转用于武器和军事的消费类产品的出口 要向出口指定的物品和技术 需要获得经济产业大成的许可 追加对象产品时要修改正审令 如果现行法不支持新限制 还要考虑修改法律而修改法律最少也需要几个月 那肯定会影响到包括这东京电子的这样主要的半导体企业 他们的对华出口 那影响到他们的对华出口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逐渐失去了这个对华市场 那这样对他们的这个企业的利润 对他们企业进行的发展会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冲击 那同时对这个中日关系来说 我们说了这一事件日本政府把这个经贸问题 跟随着美国这个政治化和武器化 会严重的干扰正常的这个中日的这个经贸关系 对这个中日关系来说是雪上加霜 去年10月7号 美国商务部出台一系列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措施 并持续向荷兰日本等盟国施加压力 今年1月27号 美国日本和荷兰官员又在华盛顿举行会议 讨论扩大对华出口管制措施 并达成秘密协议 日本媒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 在这次会议上 日本和荷兰同意配合拜登政府 在去年10月出台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并敲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日本共同设称 美国的主要管制对象 是制成14纳米以下的半导体尖端技术 日本这次想纳入的管制对象 也是类似的产品 美日和一直拒绝公开神秘协议内容 美国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日本和荷兰需要时间来修改其法律法规 以实施新的限制措施 相关措施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相互呼应 半导体制造设备根据制造工序 包括在圆盘形机板上 硬刻精密电路图形的光刻设备 去除杂志的清洗设备等不同种类 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 由排在第一位的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第二位的荷兰阿斯麦 及排在第三位的日本东兴电子等展开竞争 日本和荷兰的企业拥有不依赖美国技术的产品 因此对华出口不受美国政策限制 实际上神秘协议体现了美日和各有算计彼此防备 纽约时报称 新协议能让这些国家的科技行业处于更平等的地位 防止日本和荷兰的公司争先恐后的 夺取被美国公司放弃的中国市场份额 同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也认为 与美国人一样 荷兰人和日本人担心 如果他们退出中国市场 外国竞争对手会取而代之 不过对中国进行半导体出口限制 会让日本和荷兰企业利益受损 日本半导体制造设备协会介绍 2021年度对中国的销售额占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额的33% 其中东京电子2021财年 约2万亿日元合并销售额中 对中国的销售额占26%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 日本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拥有优势 在全球销售额前15名中占据七席 出口管制或将对日本企业造成打击 日本相关企业已感受到怀疑 有日本相关制造商表示 即使自己公司的装置不在管制之列 如果中国的设备投资减速 也将间接受到打击 当然一方面是美国施压的这个结果 但是更主要的是日本资深的因素 日本政府开始重视 更加重视了和美国的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这个强化和美国的在外交和安全上的这个同步 那所以说才会呼应这个拜登政府在这个半导体问题上的怎么样了 对华的这个限制 如果说日本企业失去了中国的半导体这个市场 那美国显然无法弥补 日本因为失去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日本世界半导体市场统计 2021年世界半导体市场规模为5529.6亿美元 2022年为6014.9亿美元 从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相关数字看 2021年中国进口半导体的金额为4427.5亿美元 2022年的数据尚未公布 估计不会比2021年的数额小 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半导体设备投资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介绍 2020年中国在制造设备的地区销售额中 首次位居全球第一 荷兰和日本媒体普遍认为 如果相关措施实施 将会对本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促使中国寻求其他供货商并自行研发技术 荷兰电讯报称 中国大陆市场占荷兰光客机巨头阿斯麦去年营收的15% 少了中国买家 虽然短期内对阿斯麦影响不大 但长期而言仍会流失潜力巨大的市场 且禁令将促使中国更积极寻求其他供货商并自行开发技术 为阿斯麦制造对手 阿斯麦公司首席执行官温宁克 此前提出论断 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最终会促使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成功研发出自己的技术 在半导体的材料领域 日本就曾吃过制裁反噬自身的苦头 在光刻胶等感光材料方面 日企结石雅和东京硬化工业两家企业独占凹头 和其他数家日企垄断了世界市场的九成 日韩两国发生矛盾时 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就曾经通过 禁止向韩国出口光刻胶制裁过韩国 也正是因为安倍的那次制裁 让韩国加大投入研发光刻胶 短短几年间 韩国企业东晋士美肯已经实现高端光刻胶的量产 目前正联合三星电子重构光刻胶供应链 这意味着这个曾经被日本企业垄断的市场已经被韩国打破 而日本企业失去的市场已经无法再夺回 美国采取这种措施 实际上是对本身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全球的产业布局和这个协作分工来造成干扰和冲击 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安全 新加坡联合早报2月2号刊登社论 题为芯片战升级指向全球化未来 社论指出美国拉拢日本与荷兰要联合阻断中国芯片产业发展先例 但芯片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经典产物 依靠的是世界众多国家在产业链上的细致分工 把世界工厂和主要市场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 势必打击芯片产业的整体效率 进而伤害所有利益有关方 世界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各国人民的消费生活品质也必然要受到伤害 社论说芯片生产之复杂 唯有靠全球化才有可能 没有任何国家在这个特殊的生态系统里 掌握全部的技术和材料 因此把中国排除在外 只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供输局面 近日多个国际组织纷纷大幅上调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并认为中国经济强劲复苏 必将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 但与此同时 有美国媒体却罔顾事实 大肆炒作所谓中国经济复苏 将推高国际通胀 事实上 本轮全球通胀正是美国不负责任 大把印钞票又大把撒钱 之后又八轮加息 强行对美元体系国家割韭菜导致的 进入2023年特别是春节期间 中国经济在文化消费 餐饮旅游等方面呈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国际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更加充满信心 中国美商会会长何迈可透露 春节之后 他们商会就召集会员开会 重点探讨如何抓住2023年中国机遇 中国2023年经济开局很好 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大幅增长 比如酒店餐饮旅游等 我们有不少会员企业的在华业务与此相关 2023年可以说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说 对于美国企业来说 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 而是必选项 中国经济增长在世界名列前茅 这也是许多企业愿意在中国 持续进行投资的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 中国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中国消费者的重要性也在提高 最近很多公司都把研发中心设在中国 看重的是中国有大量的人才和创新的产业生态 美国花旗银行发布的最新预测认为 中国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1% 达50万亿元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大幅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5.2% 高出此前预测至0.8个百分点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也表示 中国是世界增长的隐形 目前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相当成熟 尤其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内的 这种人流物流沟通 目前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便利化程度 同时中国也有非常丰富的 以及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 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构成了 中国经济未来快速增长的主要动能 彭博社报道还指出 由于国际社会看好中国经济 IMF在一年来首次上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2.9% IMF对全球主要经济体2023年的发展也做出预测 报告认为美国经济增速 今年两年预计分别为1.4%和1% 欧元区经济有望分别增长0.7%和1.6% IMF认为全球经济活动仍将面临各经济体央行上调利率 以及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压力 不过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为经济更快增长铺平道路 全球通胀形势也有望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是IMF预测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唯一将陷入衰退的国家 今年将出现0.6%的负增长 主因是居民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包括能源和房贷等 录奏社的文章警告称 尽管全球总体通胀水平下降 但核心通胀仍不明确 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核心通胀已经见顶 但是各国央行应当保持警惕 确保通胀水平确实处于下行状态 所谓一低三高 也就是低增长 高通胀 高债务 高碎片化的组合 或将持续更长的时间 从而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目前的西方国家 它普遍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非常糟糕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 目前它整个政府的财政赤字 总的来说还是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春节之前 美西方不少媒体纷纷表示不看好中国经济 但春节期间 中国经济表现出的强势复苏态势 让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主流经济机构 都大幅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被打脸的这些美西方媒体又转而报道称 中国经济重启是全球经济通胀的下一个大威胁 经济日报指出这种无是生非 强行给中国扣帽子的做派 恰恰暴露出一些人唱衰中国逢中必反的病态心理 这些戴有色眼镜的美西方媒体 对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和务实行动 努力稳定着全球经济和推动通胀下行 视而不现 去年美国遭遇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拜登政府推出2022年降低通胀法 但被美国媒体批评 其核心和降低通胀无关 而是着眼于应对中国 这部法律还大搞对华芯片战 进一步破坏全球产工链 提高美国制造业成本 变相推升通胀 在美联储已连续八轮铁万加息 来遏制通胀之后 目前美国的高通胀压力得到了环节 但仍处于高位 当地时间3号 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及 美国持续的通胀危机 他表示自己不为美国通胀负责 并甩锅给特朗普 拜登表示 他接任总统时 通胀问题就已经存在 最后拜登直接转身离开 没有再理会其他记者的提问 拜登这番不负责的言论 引发美国舆论集体讨伐 多家美美用过去两年 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反驳 称拜登在20秒内撒了三个弥天大谎 数据显示拜登2021年1月就任总统时 美国通胀率仅为1.4% 随后在他的任期内飙升至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202年12月的通胀数据仍然维持在6.5% 是拜登就任之初的近5倍 美国金融市场担心 美联储八轮加息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 而结构性通胀仍未得到实质性缓解 这意味着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 相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构成打压 对GDP增长不利 还有华尔街的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经济放缓已成大概率事件 反通胀和反衰退将成为白宫 同时要面对的两道难题 美国到底能不能重振制造业 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主观政策的决心 另一方面取决于目前美国国内 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 取决于美国社会 这种劳动力供给的构成的变化 可以说制造业重振 说起来比较容易 但未来其实它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印度近日宣布 2023至2024财年预算计划 国防预算大涨13% 增至5.94万亿卢比 约合人民币4900亿元 约占该国GDP的2% 这也是印度史上军费增幅最大的一次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钱突然多了这么多 印度军队打算花到哪些方面 又将对周边安全局势产生何种影响 来看报道 印度下一财年军费预算 实无前例地占到政府预算总额的13% 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表示 总价值5.94万亿卢比的国防预算中 将有1.63万亿卢比用于国防资本支出 用来购买新武器 飞机军舰等武器装备 2.77万亿卢比用于军人公司 1.38万亿卢比用于退伍士兵的养老金发放 还有部分资金用于杂项开支 根据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的说法 这笔开支将填补作战能力方面的关键差距 并在弹药武器和资产的维持 军事储备等方面为部队提供装备 他还提及 国防部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北部边境地区 因此印度边境道路局的资本预算 在2023至2024财年增加了43% 达到5000亿卢比 而2022至2023财年为3500亿卢比 印度北部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接壤 分析指出 这意味着印度军费向边境地区倾斜 西方媒体炒作称 印度军费的大幅增加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 德国之声电台称 印度近年来不断强化在中印边境地区的军事投入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显示印度着眼于与中国竞争 这些竞争还反映在贸易和科技领域 但印度国内有学者认为 边境问题不应成为印度政府猛增军费的唯一诉求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防专家拉克斯曼·贝赫拉就指出 考虑到军事现代化的要求 印度国防预算的增加 若利用边境问题为理由 是合理但不够充分的 分析认为 印度长期以来在军费上排名世界前列 在近些年的印度军改中 印度空军和海军都寻求得到更多支持 这两个军种都耗资巨大 印度军改若要顺利推进 就必然反映在军费的增加方面 印度下一财年军费预算中 数百亿美元的武器采购费用 成为印度本土和国际军火商眼中的相拨拨 印度政府则有意借此推动印度制造 印度国防部通报 国防采购委员会 共批准24项国防装备采购提案 其中21项采购来自印度本土军工企业 本土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97%以上 而此次印度政府大幅提升国内采购占比 提高了国会批准这笔史上最大增幅的军费开支的可能性 但印度排除国际军火巨头的做法 也将得罪美俄等国政府 外界注意到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大量购买武器装备 印军主力装备一直处于万国造状态 万国造意味着产品国别不同 标准不同 类型不同 时代也不同 汇用时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 就是后勤保障上的难度 不同武器带来的不同作战体系 也是军队必须去适应的 因此印军的事故率一直偏高 莫迪政府上台后 大力发展印度制造 支持本土军工产业 印度国防部在2020-2022年间 三次出台及扩大本土优先国防产品清单 按照莫迪的计划 印度国防装备要求30%至60%的自制组件 印度自产的航母维克兰特号 去年9月正式开始服役 莫迪政策绝大推动了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 以首艘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为例 该舰全部由科兴造船厂完成 零部件国产化率约为75% 其中刚才实现了100%本土供应 有大约550家印度企业 为维克兰特号提供各项服务 其中包括了约100家中小微企业 这些企业又为印度提供了 大约4万个就业岗位 但科兴船厂最大的干船屋 也只有270米长 这就制约了印度目前能建造的最大航母的排水量仅为4万吨 值得指出的是为了适应长度不足的船屋 维克兰特号被设计成全球最方的航母 以提高甲板面积 印度发展本国的军工产业 虽然投资了这么多年 力度来看也不小 也有很大的雄心壮志 但是它没有完成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再创造这么一个过程 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军工产业都要走过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看印度至少目前看它没有完成这个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印军事合作的深化 印度政府如何在军费预算中为美国留下一块蛋糕受到外界关注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至2021年间 印度致命武器进口12%来自美国 27%来自法国 46%来自俄罗斯 去年来在美国不遗余力的推销下 美国逐渐成为印度主要的军购对象之一 2008年至2019年 美印两国军工贸易总额从几乎为零增至150亿美元 印度从美国采购了远程海上巡逻机 C130运输机 导弹和无人机等装备 2020年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印度总领莫迪 签署价值3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采购协议 根据协议 美国将向印度出售阿帕奇直升机和地狱火导弹等装备 为争夺印度这一大买家 美国在武器装备采购上不断向印度政府施压 美方强调 印度应该使用美国和其他国家武器 替换部分额制武器 去年4月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武器系统不符合最佳利益 他称 美国可以向印度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武器系统 美方将加强与印方的军事合作 以确保印方在与美兼容的武器装备上进行更多投资 澳大利亚媒体透露作为美国印太战略一环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 下月将敲定帮奥建造核潜艇计划 澳防长证实 奥库斯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据悉 美英澳领导人将于3月份在华盛顿开会 最终敲定此事 中方对此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表示 美英澳三国决定开展并持续推进核潜艇合作 构成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加剧军备竞赛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防长奥斯汀三号与来访的澳大利亚防长 马尔斯在华盛顿进行会面 讨论了澳英美奥库斯协议地区安全等话题 奥斯汀声称 已经在为澳大利亚尽快获得常规武装的核动力潜艇能力 制定最佳路径方面去的重大进展 马尔斯同日也在推特发文 称这是一次极好的会面 外界预计 这一发布会将在美国举行 以适应拜登的日程安排 美国媒体猜测 澳总理奥尔巴尼斯可能在3月10号到19号间外访 而英国首相苏纳克也将在此期间访问美国 从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 英美奥届时很可能将在华盛顿讨论奥库斯扩容 加强军事和情报合作 提升在亚太地区军事活动规模的内容 分析认为 这样的安排是为了配合 4月在悉尼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华峰会 外界预计 奥库斯的提供核潜艇的协议 也将在美日印澳四边峰会上被提及 也有分析认为 奥库斯突然在核潜艇转让一事上加速推进 是为了回应外界压力 想快刀斩乱麻 以免夜长梦多 1月时有两名美国参议员写信给拜登 警告称 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交易 想给美国的潜艇工业造成过重负担 参议员李德和英霍夫在信中指出 美国拥有50多艘核潜艇 但海军需要66艘 他们当然认为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潜艇 具有战略意义 但两人警告说 如果为此搁置本国军队的需求 那么这一个优势也将归零